由邓轮和热发领弦主演的爱情剧《一千零一夜热播》中,总共48集,今天晚上就要大结局了,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 在之前的剧情中,白海白失踪一年后,007终于找上他住的地方来,相爱得两人一年未见,当时白海和007一句话也没说,两人的眼泪就花花的往下流了,而且还是第一次看到白海流眼泪,而007更是哭成了内人,所以不得不佩服邓轮的演技,眼泪说流就流, 相比不少的演员在演哭戏的时候,一点眼泪都没有,直接干哭,所以邓轮还是挺入戏的,才一开始,邓轮就先入戏,眼泪率先流了出来,可能是邓轮哭得太猛了吧,竟然没控制节奏,眼泪流到了鼻子上,还被热把指了出来,导致这一次的哭戏拍摄失败,又得重新哭一次,等到邓轮眼泪流到脸颊的时候, 然后两人才开始拥抱,这里更深情了,整个过程拍完下来,邓轮的眼睛都哭红了,等拥抱结束后,邓轮还时不时的用手擦眼泪,这是要哭得是多伤心,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啊,同时当导演喊停的时候,白海依然止不住自己的眼泪, 然后两人依依不舍的分开,对吧看到邓轮哭得这么认真,表示非常的感动,所以当拥抱的时候除了剧情需要,更是给予对方的鼓励和肯定,邓轮哭完了,接下来就轮到热把哭了,看了电视剧的都知道,当时的一幕热把哭得更厉害,都哭成了泪人, 这,是要比谁哭得厉害吗?如果是这样邓轮要甘拜下风了,当时邓轮和热把,两人拥抱在一起的时候,热把的眼泪直接流到了白海的衣服上,白海衣服被弄事,迪丽热把还是发现了,于是抱歉的拿出纸巾帮白海擦拭上面的泪水,看来两人都是泪水王呀,难怪在电视剧里,看到他们两人的感情戏就特感动, 只能说都太入戏了,根本无法分辨真假